然后看投标报价 投标报价就简单了 相比于招标控制价来说就简单很多 首先第一个原则 原则说 投标报价由投标人自主确定 好 我出一道题目 有一道题就说了 说 A选项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A选项 投标报价由投标人自主确定 就这是一道真题 就这么考的 这个选项对不对呢 很多人就说对 因为我们说了 投标报价由投标人自主确定 别忘了 后面还有一个 但是 但是什么 必须执行我们计价规范的强制性规定 对我们强制性规定里面有很多的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你必须要完全按照这个来 所以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你自主确定 比如说归费税金 你能自主确定吗 对不对 你就不能自主确定 所以 并不完全有你自主确定 所以这个注意 要注意 但是 好 这是一个陷阱 第二个 报价不得低于成本 这个是我们 就是刚才讲过的那个公式啊 该算大于等于控制价 控制价大于等于报价 报价大于等于成本 所以这儿来是告诉你了 不得低于成本 第三 投标人按照工程量清单来填报价格 按清单填报价格 为了避免出差错呢 要求是招标人的工程量清单填报 投标报价 那么相应的 比如说编码 名称 特征 单位 工程量 必须和清单一致 这些东西一致 有人说这个东西我怎么背 不用背 因为你只要想得起来 我们一个分布分享工程清单 长什么样 对不对 有没有提到工作内容啊 工作内容 并不是我们工程清单里面的标配 所以我们直接就是编码 名称特征 单位和工程量 要跟它保持一致 说白了就是 人家都前面都给你了 你在后边就填就完了 一个一个填 这叫保持一致 你不要自己再 把这个前面的修改了一下 给加了一条 又减了一条 这不可以 完全都直接按照 人家给到你的东西来定 好 然后第四 第四呢 说是要以惩罚包双方的责任划分 来设定报价和这个费用的基础 什么概念呢 就是如果承包人承担的责任多 我是报价就贵 如果承担的责任少 我报价就便宜 很简单 然后要以施工方案 技术措施 作为基本条件 显然 这个这些东西 会影响到我的成本 对吧 最后科学研究解明 试用 这个基本上不会考 所以前五条 出多选 前五条出多选 跟我们的招标控制价的原则 投标报价的原则 都是五条 都是五条 那个 那五条是什么 国有资金 必须要有控制价 什么 不能超过概算 否则要重新审批 等等 这边呢 是这个不能 就是要大于等于成本 就是报价要高于成本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要了解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2019年的题目 说投标人按照 建设工程的清单 投标价格 就是填报投标价格的时候 必须和清单 保持一致的 有哪些东西 编码名称单位 工程量和内容 哪些东西是一定要保持一致的 对了 没有工程内容 对吧 ABCD 都是要保持一致的 好 然后 投标报价的依据 你看投标报价依据 我还需要讲吗 不用讲了 对吧 我们刚已经 已经对比过了 已经做过对比了 所以在这我就不讲了 就在这就不讲了 就是九条 对吧 我们说像企业定额 像是什么投标人自己的施工方案 这些东西都是投标价格的 对吧 都是投标报价的 它的依据 但是不是招标控制价的 招标控制价用的是 用的是我们的这个 就是常规的施工方案 不是投标人自己的施工方案 好 然后再来 报价以前 我们要做一些审查 那么审查什么呢 怎么来复合呢 我们说 如果是审查综合单价 要看它有没有包括风险费用 审查相应的风险费用 如果没有明确风险费的 我必须要让它明确风险的范围和费用 因为你要让我心里面清楚 否则就变成了无限责任和无限风险 然后对于单价项目来说呢 单价项目也就是那些 就是用基数乘以绿的这些项目 那么这些呢 我们说 就是综合单价的这种项目 我们主体来说呢 我们是对它的特征描述 要去做一个这个判断 特征描述判断这个点 三颗心 考试考的非常多 就这一段话核心 首先大家需要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先把它分开成两个部分 其实就是两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在招投标的过程中 我们应该要如何去做 第二个环节在施工的过程中 如何去做 不符的时候该怎么办 我们说如果在招投标的过程中 当我们的清单和我们的图纸不符的时候 以什么为准 以清单为准 如果在我的施工过程中 我们的图纸和我们的清单不一致的时候 我们以什么为准 以实际的施工特征为准 以实际的施工特征为准 所以各位注意 就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原则 就是以后者为准 什么叫以后者为准呢 你看你是不是先有图纸 再有清单 所以如果图纸和清单有矛盾 那我肯定以后面的那个为准 因为后面的那个 是按照前面的基础之上来编的 如果我要有改正的话 说明是前面那有问题 后面这我做了调整 所以呢 我是以后者为准的原则 所以当图纸和清单不符 以清单为准 清单的项目特征 如果在施工过程中发现 这两者有差异呢 实际都到现场了 你来到实际的项目特征 该是 你也别说你图纸一类图 我这清单二三类混合图 你不用去说这些东西 实际你到现场是什么图 不就是什么图吗 何必去争论这个问题呢 对不对 所以呢 实际的时候 我当然是以实际来去重新确定 所以就这两条啊 一定看清楚题目 问的是招投标过程当中 还是施工过程中 施工过程中 咱们实事求是 以实际为准就好了 好 然后什么企业定额啊 什么企业管理费啊 这些东西我们都不管了 风险呢 要在里面考虑进去 对吧 要风险费 要予以考虑 所以也不管了 所以这后面的这些东西都是反反复复的在重复 就是通过这种重复也是帮助大家把这些点把它给捋透 对吧 毕竟十二分呢 反复重复 它重复的越多越好 因为重复完了以后 反复的就能够掌握的更准确 掌握的更准确以后 这十二分 基本上如果你按照我的这些思路听下来 这十二分 我觉得拿个十分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拿十分左右啊 完全没有问题 如果你计算都能搞定的话 就概念上可能偶尔文字游戏 你突然没注意 或者说突然这一个字看错了 我原谅你 你给我个十分 完全可以的 所以这一部分内容又不多 大家一定要把分值给拿到 为什么我讲的这么细 把分值一定拿到 就是每句话都有可能出 十五页考十二分 你说这么密集的考点 你干嘛不去 好好的去把它给弄细了 然后材料设备占估价 是不是又是重复啊 进入综合单价 不用再说了吧 不用了啊 好 总价项目 刚才我们说的是单价项目啊 总价项目 总价项目呢 我们说 它应该采用 就是综合单价 除归费税金以外 没什么好说的 对吧 你也是 除归费税金以外的全部费用 安全文明施工费 按国家规定 不得作为竞争性费用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老生常谈 没有什么问题 其他项目费又来了 其他项目费又来了啊 所以我为什么前面要给你 捋一遍其他项目费 到底考什么 就反反复复的 在那金额 能不能随意 随意写啊 不能要干嘛 直接按照清单里面的去摘抄 所以叫做投标人不得变动 然后暂顾价呢 不得变动和更改 然后材料设备暂顾价呢 进入综合单价 然后专业工程暂顾价呢 按照按照这个清单里面的金额填写 所以都是不能够由你自己定的 然后记日工自主确定 然后总包服务费基本上是自主确定 所以两个不得变动 两个自主确定 咱们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新来的同学 头一回听我的课的可能会觉得说张老师讲了什么玩意儿啊 什么都没讲 都说啊 这也讲过 这也讲过 没办法 因为我们这课是滚动着往下走的 这些内容我在前面已经讲得非常非常透彻 对吧 讲得非常透彻 但为了让它更清楚一点呢 我再一次的把暂列金额 就是把这个就是其他项目费再给大家梳理一遍 他有哪些考法 把他这一次完整的再做一个回忆啊 我们说如果是考建安工程费 里面的其他项目费 有多少啊 三项 如果是清单 几项啊 四项 所以这是第一个考法 第一个考法就是这个 第二个考法 暂列金额和暂估价 考什么呢 谁是这个可能发生 谁是必然发生 谁是可能发生 暂列金额可能 暂估价必然 对吧 不用我再解释了啊 我不做解释 第三个 考 暂列金额 四种场景 暂列金额有哪四种场景呢 一个是 可能用到或者用不到的材料设备 就可能发生了一些 可能购买的材料和设备 还有呢 我们说是工程的变更 对不对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是不是有合同的调整啊 合同发生了一些调整 还有呢 是不是产生了变化 导致的现场的签证啊 这些都是我们可能产生 战略金额的情况 然后第四个 第四个我们说 战略金额 占估价 谁是不得变动 就是两个不得变动 两个自主确定 经常考 战略金额 占估价 不得变动 技术工总包 付费 自主确定 第五 我们说 材料设备 占估价 要不要放到 其他项目费呢 不可以 记入综合单价 记入综合单价 基本就这几种考法 如果再勉强加个第六呢 他可能问你 什么技术工啊 他的概念 然后呢 总包服务费 他的概念 就如果问个第六的话 就可能再加一个这个 那这基本上 怎么考都不会跑出我的 这些范围 但是 但是还是强调 他虽然不会跑出我的范围 他有可能用应用的考察 我们前面是不是 做过了呀 对吧 当他告诉你 这个H2335钢筋 材料的占估价是 4200的时候 那我们按照 占估价来确定 所以他是这范围 但是他的考法可能是概念 可能是运用 但是不会跳出这范围 你这样一清楚了以后 是不是这个点 这个点怎么也一 每一年也考个两三分 就真的就完全没有问题 不管在哪里考都没有问题 好 然后投标总价 投标总价呢 我们说就一句话 需要各位记住 就是不能进行总价优惠 什么叫做不能进行总价优惠 比如说 我按照分 错 他 归 税 算下来 我的价格是一个亿 我能不能说 我给你打个九折 咱俩关系好 咱打个九折 九千万 可不可以 你想要报九千万 是OK的 但是直接打九折 这个做法是严重违反纪律的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归费税金不得作为竞争性费用 所以它不变 你要调 你在分布 分享工程费里面调 你措施项目费在合理可变的范围之内 也可以调 所以呢 我们要去变化的是综合担价 而并不是像归费税金这种 我也都整体的给你打折 你一旦整体打折 就意味着所有的都打折 所以我们可以把报价降低 只要这个报价高于成本 对吧 只要我高于成本 我就可以把它给降低 但是一定不能是整体打折 所以不能进行总价优惠 就是这意思 包括前面他说的 要合计金额要相一致 就是报价要和我的合计金额相一致 就是这意思 就是你不能说 我合计一个亿 我再打个折 这就不一致了 一定要一致 你要改 在这里面改 这里面改完了以后 那这个合计金额也就改了 所以跟合计金额必须完全相同 好 总价就考这句话 而且还经常考 总价优惠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2019年 他说投标人 应该在清单中列出的金额填写 写不得变动 你看是不是没有超出那范围 问你不得变动 战略金额 占股价 战略金额总包服务费 记者工总包服务费 记者工 占股价 所以显然是战略金额 占股价 咱们19年咱们的考试也越来越准确 你看他说的是专业工程占股价 为什么呢 因为材料设备占股价 我们是这个就是计入综合单价的 对不对 是专业工程占股价 我们是直接不得变动 填超下来的 好 所以正确答案是谁 然后再来一个18年的 关于单价项目当中 风险及其费用的说法正确的是 这一道题 文字比较长 我先看看各位掌握的怎么样 第一个 招标文件当中要求投标人承担的 这风险 这个投标人应该在综合单价当中 去给予考虑 投标人在综合单价中 考虑风险费的时候 通常以风险费率的形式计算 招标文件当中没有提到的风险 投标人在综合单价当中 不予考虑 风险范围和风险费用的计算方法 应该在专用合同条款当中 做出约定 施工过程当中 出现了风险内容和范围 在招标文件当中的范围以内 那么综合单价呢 就不得变动 只要别选错就好 对吧 你选两个也OK的 只要别选错就好 正确答案是A B D E 所以我相信大家应该没有 应该没有错选 对吧 应该没有错选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说就是整体的这个 就是第一个是投标人承担的风险 投标人应该要给予考虑 这也没有问题 第二个我们说考虑风险费的时候呢 是以费率来去乘以基数的方式 这个是 这是对的 然后第三个 招标文件当中没有提到的风险 投标人在综合单价当中完全不予考虑 这并不一定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考虑一些 就是我们自己发现的一些情况 当然它有一个风险范围 主体在这风险范围之内 因为如果我超过了它的风险范围 我是会导致我的这个 就是最后的价格可能不一致 所以呢 如果在风险范围之内 我们是综合单价是不得变动的 但如果超过了我的风险范围的时候 我的综合单价会去做调整 然后呢 风险费用应该在合同条款当中 使用专用的合同条款去做约定 所以这些东西 是我允许你稍微做错一点的 你说我选个C 我特别想选C 那你何不去选 反正ABD都是对的 四个正确的 你选两个 你认为一定正确的 是不是相对来说还是容易啊 但有些人说我就喜欢选C 那你这两分我也允许你错了吗 对吧 12分你拿个10分 我还是允许的 没有问题 所以像这种 我反而觉得比计算题难 不知道你自己觉得是不是这样啊 我反而觉得比计算题要麻烦一点 好 再来一个2018年的 你看 就反复考文字题 说投标人的投标总价编制的说法正确的是 为了降低投标总价 投标人可以将战略金额降至零 将战略金额降至零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分布分享工程费 措施项目费 其他项目费 归费税金 可以合计金额做优惠 第三个 开标前投标人来不及修改标书 可以在致函 给投标者的致函中 给出优惠比例 然后将优惠后的总价 作为新的投标报价 第一 投标人的投标价的任何优惠 均应该反映在清单里面的综合单价当中 谁说的最为准确啊 是不是四是准确的 对吧 前面的都是错误的 我们说考的就是总价优惠 就是总价优惠 所以你 就是他有的时候会给你出出来 让你觉得好像看上去不像 但是其实是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我们从就是04年考 2004年 一直考到2019年 考一级建造师 我把这15年的题目 基本上全都做过 有一年没考 08年没有考 那么我们把这些题目 全部都拿出来去对比的时候 就会发现 它的趋势非常明显 就原来就用教材的文字 就用教材句子 这是非常多的 就看你这词 这句子有没有记清楚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 就是从这个点上面 你可能连这道题考什么都猜不出来 而且它又是打散顺序 这是特别头疼的一件事情 对吧 完全打散顺序 可能这一道题 也许在试卷当中是第一道 当它打散了顺序以后 很多人就不知道这道题在干嘛 考总价 总价有那么多的点 这是在考什么 如果我一起醒 这道题考的是总价优惠 咱马上知道 考的是总价优惠 不能进行总价优惠 就知道了 但如果不提醒 有的时候像这种题 不知道他在干嘛 是不是就像刚前面做的 那个战列战估价 4200块 如果是放在 我们刚讲完战估价 大家都知道 但如果我没有讲 或者说把它放到 这个整体的打散顺序以后 很多人就不知道 这道题到底在干嘛 要算什么 这是一道计算题吗 看不出来 所以各位要理解 就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难度 就是定位 就准确的定位 这道题的考点 是什么会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非常重要 好 然后再来 专业工程占估价 必须按照招标工程的清单 列出金额填写 材料占估价 由招标人根据市场价格 自主测算 在列金额 按照清单列出的金额 不得变动 即日工 按照清单列出的项目 和数量自主确定 总包服务费 是自主确定 这是不是考的是 两个不得变动 两个自主确定啊 对吧 专业工程占估价 按清单金额填写 材料占估价 是按市场价格变化测算 战略金额 是不得变动 即日工自主确定 总包服务费 自主确定 谁是错的 对了 就是必是错的 对吧 因为材料占估价 应该叫做 计入综合担价 但是谁定的呢 还是由我们的招标人定的 不是由我们自主确定的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好 17年的 投标人 可以完全自主报价的东西 是什么 投标人完全自主报价 两个自主报价 两个不得变动 暂利金额 总包服务费 赞估价和挫日项目费 所以完全自主报价的 想是总包服务费 这又不多说了 好 然后再来看2017年的 2017年 投标人在确定 分布分项工程 综合担价的时候 如果出现了 项目特征和设计图纸不符 以什么为准 看清楚了 是投标人 我们说是不是两个过程 一个招投标过程 一个施工过程 这是投标人 以什么为准 是招投标的时候 以清单为准 那如果是施工呢 以实际为准 对吧 这是招投标 所以清单为准 看仔细了 不要说我就记住一个 按清单特征 不一定的 要看它到底是什么环节 好 然后最后一个小问题 就这一节的最后一个小问题 合同价款 合同价款呢 我们分为单价合同和总价合同 单价合同呢 我们说什么不可调 单价合同是合同单价不做调整 什么情况下不做调整呢 就是风险范围以内 在约定风险范围以内 合同单价是法定的 是你们约定好的 不做调整 那如果是超过了风险范围 在风险范围以外 我们可不可以调啊 当然可以调 对吧 所以风险范围以内 不做调整 然后总价 总价呢 我们说是总价是约定好的 所以不做调整 当然也是风险以内 不做调整 好 所以单价合同 单价不调 总价合同 总价不调 这个不用我多说了 然后其他格式呢 就按照其他的 就是约定的方式就好了 然后最后还有一句话 就是如果我们存在不一致 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 在相关的内容方面存在不一致 以什么为准 各位注意 是以投标文件为准 以投标文件为准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注意 它是中标人的投标文件 因为它是中标了 因为我们在干嘛 是合同价款 合同价款是不是都已经定好了 这个东西 然后就由这个人来去 这个施工了 我们都定好了 然后来签合同 所以这个时候已经中标结束 中标结束 如果还有不一致 为什么以投标文件为准 后来者为准 又是这个原则 后者为准 谁是后者 投标文件 你都虽然你招标文件 是老大 但是呢 你既然让我中标 说明你对我中标文件已经认可 否则你肯定会让我改 对不对 那既然你都已经认可了 咱就以我的文件来呗 后来者原则 所以以投标文件为准 别搞错了 千万别搞错了 如果你在招投标过程当中 还没有达成中标 以什么为准 当然以招标文件为准 是你中标以后 我们以投标为准 记清楚了啊 就是这些小细节 很容易逻辑上面搞错 好 来看一个题目 如果出现了中标人 投标文件和招标文件 不一致 正确的做法 以中标人 投标文件为准 以招标文件为准 由双方商定 选择有利于招标人的条款 那我们这条题看一下啊 有招标人的投标文件 还有招标文件 那以哪个为准呢 当然以中标人的投标文件 中标人的投标文件和招标文件 以中标人的投标文件为准 OK 好 再来一个2019年的 在编制竣工结算书 编制和核对的责任分工是什么 这个我没有讲啊 前面的东西我没有讲 但是够用常识 是不是也能够做得了这条题啊 谁编谁来核对啊 这谁来编谁来核对 这用常识应该也能够知道 是竣工结算书的编制 竣工结算书的编制 其实这个好像放错题了 不应该在这 就是结算书的编制和核对 谁来编结算书 结算书 谁来核对 这个这个点我觉得大家稍有常识 都能够感觉到 对不对 结算 结算是已经工作了吗 已经弄完了啊 对了 应该是承包人编制 发报人核对 这道题应该放到下一节 才是对的 他放早了一节啊 因为是我们在实施过程当中的 承包人 竣工了 所以承包人最知道自己花了哪些钱 所以承包人来编制 发报人去做核对 发报人是给钱的 所以他做核对 这是我很容易理解 所以我们其实后面这两节 我觉得他只要有常识 就是你在做的时候 你根本不用担心啊 完全 千万不要说这要题 赵老师没讲过 你可别把这些帽子扣在我身上啊 就是这种东西 他考 但是我们能够通过常识来解决的 我们没听 不也照样可以 好 终于到了第七节了 第七节一结束的话 就进入到 最后的国际投标了 对吧 第七节 计量与支付 计量与支付 今天肯定是讲不完了 因为他的内容也相对比较多 那么计量与支付 从整体的分值来说 12分 各位看 他的页数有多少 47页 你比对比对 第六节多少页啊 当初我们说了 19页对吧 19页 你再去掉一些表格 例子 只剩下15页 15页给你考12分 这个呢 47页考12分 所以他基本上 他的覆盖面的话 跟前面的那些小节差不多 因为他太多了 内容太多了 所以有些人就想了呢 47页 我们总共叫才300页 300页讲了这么几个月 那你47页你不得给我讲个 讲个一个月的时间啊 不用啊 因为我们这47页呢 他的他考的也就只有这12分 所以我们抓重点 所以你想指望说 我在这个部分说 一点不落的 说考试就考 我讲的这节点 考试就一定考这节点 大概率是 但是小部分不是 就像刚才这一道题 我真的讲课的时候 没有讲到 我没有讲到 但是没有办法啊 我要是把47页 像第六节这么讲 那咱们你再给我两个月 对吧 或者我们讲到考前 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只能去讲 最最核心的 各位能够拿分的 我觉得至少占个 10分9到10分 应该问题不大 就顶多有个那么一两道题 可能就是真的是 突然冒出来的 但是没有办法 你也没有必要 为了那两分左右 说我把整个47页 全部从头到尾 捋得特别清楚 但是这47页呢 我建议各位要 你下来 你自己要通读 第六节相当于 我带着你 把整个教材通读了一遍 几乎是通读了一遍 但是呢 第七节 我就不敢再 这样去带着你 去通读教材了 如果这样做 就完蛋了 所以呢 我们说 你自己下来要通读 为什么 警方食物考试 食物在考察 工程经济的内容的时候 几乎 因为食物 食物 是不是就是食操的过程 已经在施工过程 而我们整个这本教材 跟施工过程有关的 只有这一节 别的都没有关系 你整个第三章前面的东西 全部是不是都是预估啊 你哪怕到合同 你看上一节 我们是不是到合同价款啊 最后最后就到合同价款 但合同价款 是不是也在做预估啊 我们有没有到实际 还没有 所以只有这一节讲实际 所以既然讲实际 就跟你的食物有关联 所以这一节 就从食物的角度来说 我希望各位 去通读一遍 通读不代表 你全部都要记住 而是说你至少 大概有个印象 因为我已经给各位 讲的非常非常的细致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再把我没有讲到的 再稍微过一下 有个印象 考试的时候 实物考到的时候 就你也不至于特别的 特别的这无奈啊 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提醒各位注意这一点 所以希望呢 各位把第六节 你是要通读教材的 第七节 你是要通读教材的 整个工程经济的教材 我认为只有六七两节 你是需要通读的 而其他的小节呢 就如果你看到我的讲义 你觉得看得懂 因为我有好多都是缩写的 并没有把教材的全部文字拿出来 然后都是在讲的过程中 给大家解释的 所以如果你听过完整的课 看得懂 你只看讲义就够了 考试绝对没有问题 但如果你说我看不懂 就是我需要 那你在去教材里面找 或者说去看我的回放 对吧 所以只有六七两节 我建议各位是要通读教材的 第六节 我几乎带着你通读了一遍 所以很细 你看我几乎 我的PVT 基本上没有那种通篇的文字 但是第六节没办法 我必须要给你通篇的文字 那第七节呢 我只能给你 就是核心要考的点 核心要考的点 其实它是有规律可行的 你也不要被我刚才说的 这些东西所吓到 有规律可行 考总共我们是有 一二三一直到八 有八个木 八个小条木 那么这八个小条木 考的最多的是哪一个小条木呢 是第二个 第二个小条木在十分里面 大概会占到四分左右 所以它是有这样的规律的 第二个小条木 大概会占到四分左右 而工程计量这个小条木呢 大概会占到两到三分左右 所以各位看 就这两个条木 是不是已经占到了一半左右的分值了 已经占到了一半 有的时候甚至还可能考到五分 所以四到五分都有可能 所以这两个小条木 占到了一半左右的分值 然后接下来谁考的比较多呢 接下来基本上其他的条木 我认为大概每一个都在一分左右 还有五个条木嘛 那五个条木每一个平均考一分 那就把它给捋下来了 所以每一个平均大概在一分左右 所以你要掌握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没有时间 没有那么多时间 你重点掌握什么 第一木和第二木 第一木和第二木掌握完了以后 你说我还有余力 那我把后面的核心关键点 把它给掌握掌握 就是最核心的 因为他每年就考那么一道题 你没有必要把通篇全部掌握完 对不对 他只考每一个只考一个 所以他都有规律 不是乱七八糟来的 希望各位能够理解 他不是乱七八糟来的 他是有规律的 好 所以前两幕就是我们考试的最核心重点 也是各位在听课的时候 最最重要要去听的 首先 这是我给到大家的这个 就是分值的统计表 分值统计表 你就可以看得到 你看这是按照木 第一木 就是17年的第一木 是不是两道题两分 然后第二木 你看第二木考了 第二木考了 一二三四 四道题都是单选 对吧 四分 第三木没考 第四木考了一分 第五木考了一分 第六木考了一分 对吧 大概17年是这样的 然后18年呢 第一木考一分 然后第二木呢 考到了三道题三分 然后呢 第三木呢 考了两道题 一道单选 一道多选 然后第四木考了一道 第五木一道 六木一道 七木一道 八木一道 输入每一木一道 然后再看第19年 19年第二木考了四分 然后呢 第四木考了两道题三分 然后第六木一道 第七木一道 第八木两道 第八木两道 所以我们说 整体来讲 就是第一木和第二木 是显得比较的重要 而后面呢 它平均一分 然后呢 有一定的这个规律 有时候 今年 你看像第三木 上一年呢 考了两道题 考了三分 结果呢 19年呢 一道没考 它就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最后 这就是第七节 在把握上 就前面我认为 第二木 第一木 都比较容易给你说 到底哪些东西 是必考的 但是到了后面的 这几木的时候 它就比较的乱来了 对吧 它就看心情 真的就很看心情 好 然后我们先来看第一木 今天我们至少 能把第一木给讲完 第一木也比较简单 第一木不是有的时候 一分 有的时候两分 甚至有的时候三分 就是三分 也就是出两道题 一道单选 一道多选 但是呢 我们说这三分 在出题的时候 只给各位三个考点 三个考点 考三分 你还要怎么样 对吧 三个考点考三分 所以千万不要放弃 这三分 简直是没有比它 更好拿的了 特别好拿 第一个考点 工程计量的原则 工程计量的原则 三个原则 第一个 看约定 或者标准 就是反正有 有各种依据 就这个是最我们 最最最最合理的东西 对吧 有约定 有标准 按照这个约定 或者标准 如果不是这样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给大家四个字 责任自担 如果不是这样 咱们就责任自担 比如说 是我承包人 自己看错了图纸 人家让你挖三十米 你结果挖了三十五米 谁担 我担 那我担的 我怎么担 我承包人怎么担 就光干活 不拿钱 是不是就是担了呀 对吧 光干活不拿钱 就叫担了 那如果是发包人 自己把这个清单编错了 那清单完全是由发包人 来指定的 那发包人指定错了 谁担 发包人担 那发包人怎么担呢 我承包人干了的活 要不要给钱啊 就一定要给钱 虽然你超出了图纸 但是发包人的原因导致的 那就要给钱 所以是不是责任自担啊 所以非常简单啊 不符合要求的工程 承包人超出图纸范围 那么因为承包人原因造成的 不与计量就完了 因为承包人自己干错了 所以不给钱 那如果因为清单出现了各种问题 不管是漏相还是偏差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都要据实调整 正确计量 因为发包人要给到别人钱 对吧 所以这是原则 好做吧 很好做啊 他有可能考运用 有可能考计算 有可能考概念 都有可能 反正这个点肯定会考 就这个点我觉得肯定会考 这是第一个点 三个点啊 就总共三个点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依据 就工程在计量的时候 我用什么依据 注意啊 就是咱们实施的人呢 就觉得很简单 但是不实施的人呢 还要提醒各位 这个地方我们再叫做计量 我们前面上一节学的计价 计价是报价的过程 计量是施工以后的评估的过程 对吧 所以这是施工过程之后的 那施工过程之后 我要做计量 显然是由这承包人 自己把我已经做过的工程 要去做计量的测算 看哪些要计量 哪些不计量 是不是这么一个原则呀 那么这个时候 你以什么样的依据来进行计量呢 我们说第一个依据 合格证书 为什么要有合格证书 我随便把这个工程 做得跟豆腐渣一样 业主会不会给你拿到合格证书 或者说我们在对他质量 会不会拿到合格证书 拿不到的 拿不到合格证书 质量不过关 谁的问题 承包人的问题 你都质量不过关 能不能拿到钱 拿不到 所以没有合格证书的 是不与计量的 达到合格要求 才与计量 这是没有问题 第一个合格证书 第二个我们说 计量规范 计量规范 是不是我们计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 好 这是一个计量规范 第二个呢 是技术规范 技术规范呢 通过技术规范来确定我们相应的一些 这个技术指标 或者是一些措施费等等相关的这样一些费用 所以计量规范和技术规范 两个规范来作为我们的依据 第三个依据是什么呢 就是图纸 我们前面不是说了吗 有可能超出图纸 超出图纸要看原因 是承包人的原因不与计量 发包人的原因要正确计量 所以呢我们要看超出图纸到底是什么原因 对吧 其实又是责任子弹 所以各位看到了其实我们是有几个依据啊 你说三个也行 你说四个也行 第一个是必须合格 要有合格证 第二个是要有技量的规范 第三个要有技术的规范 第四个呢 要有设计的图纸 要有设计的图纸啊 所以我们这四个东西我们需要把它捋清楚 这是容易考多选的 就问你有哪些是我的合格的依据 也有可能靠运用 比如说图纸是五十米 你做了五十五米 能不能够能不能够计量 我们说你自己的原因造成了 做了五十五米 那么多出来的五米是不与计量 我们按照五十米 对吧 这种东西我们要知道 好 这是第二个点 搞清楚了啊 第一个点是这个计量的原则 第二个点是计量的依据 第三个点就是单价合同的计量程序 因为总价合同呢 跟他完全相同 我们就不去管了 单价合同的计量程序 我们说单价合同 他的计量程序有哪些呢 第一件事情 谁来去提交文件 承包人 承包人向谁提交文件 不是发包人 注意 就我们这是2019年教材 做了变动的啊 是 承包人提交给谁 提交给监理 监理再提交给发包人 所以这个逻辑大家要清楚啊 承包人提交给监理 什么时候提交呢 在每月的25号 提交上月的 就是到20截止到19号的 这样一个工程量的计量文件 给到我们的监理啊 给到监理 这是第一个 给谁的问题需要知道 然后谁来审核呢 监理来进行审核 监理审核的时间 是七天的时间 所以七天以内 应该要把监理在七天以内 要给到承包人结果 如果监理觉得有问题 他可不可以要求现场核验 可不可以要求现场核 可以要求现场核 要不要提前通知 有些人说要 有些人说不要 到底要不要 按照我们新的规定 不需要提前通知 所以只要是监理要求现场核验 那么承包人 务必协助 承包人务必协助 原来老教材呢 给的是说 还要提前24小时通知 现在新的教材里面 没有提前24小时通知 有承包人 务必协助 好 这个时候就有个问题了 如果监理人没有 七天之内 都没有反馈任何的意见 大于七天 没说话 这个时候怎么办 当做你默认了 对吧 当做你监理同意了 以什么为准 以承包人的为准 因为你没说话嘛 我当做你默认了 那如果是监理跑去现场核验 就要承包人不协助 不到场 承包人不到场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是不是说啊 承包人都不在 你监理想怎么测怎么测 完全是这个一 就就是乱七八糟测 也没问题 我们说 如果你承包人不在 不好意思 就以监理人的为准 谁叫你不在呢 明明我们说了 监理要现场核验的话 你承包人是要协助的呀 你不主动的去来协助 不看着点 那你是对自己的利益 不够这个要求 对吧 所以没办法 所以呢 我们是要求承包人是要到场 你要不到场 监理人的结果有没有效啊 有效 而且就以他为准 所以这一点够要注意啊 当然如果监理人去现场核验 承包人呢 也到场了 这样到场了以后 两个人核验下来都结果不一致 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 哎 就要再去一次协商啊 就是监理人核验下来 给到承包人 承包人发现 就再有七天的时间 再反馈回来就好了 就你还可以 承包人再可以看一下 监理人核验的结果 你又要不要同意 对吧 所以给到双方 都是七天的时间 好 所以这一大段话 我刚才说的就是这意思啊 我就不再不再一一的去念了 就是其实就是刚才我那个图表达的 就是这意思 所以要共同的复合和抽样复册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说承包人是要去协助的 如果承包人不到场 那么就以监理人的为准啊 好 然后来看一下2018年 又是把概念当计算题考的哈 2018年真的是很头大 各位看一下这一道题 他说签订了合同招标清单当中 土方开挖工程量是八千立方米 施工过程当中 承包人采用了放坡的开挖方式 然后呢 完工计量的时候 承包人因为放坡 开挖就是放坡增加了开挖量 是一千立方米 因为工作面增加了开挖量 是一千六百立方米 又因为操作不慎 增加了开挖量五百立方米 问英语结算的工程量 应该是多少立方米 这个对不做实操的人来说 是挺痛苦的 我看各位还行啊 基本上都对了 答案是八千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的这些工程量 并不是并没有包含这些过程当中的这些工程量 对吧 放坡 你放坡完了以后 你还是要把这些放坡的这些拿走 所以它并不是最终的实际的工程量 所以像放坡的开挖量 或者是或者是这个就是就是完工的时候 这因为放坡增加的开挖量 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要 然后呢 因为工作面增加的开挖量 这些东西我们也也不要对吧 这些东西都是过程的这些量 我们不要 然后呢 因为不慎 因为你操作不慎 这是属于什么 承包人的责任 承包人的责任要不要啊 也不要记 所以全都不记啊 全都不记 当然了 我在面售的时候呢 也有学员跑过来问我 学员说 他说我们刚刚做完一个工程 然后呢 业主呢 就把放坡的开挖量也给我记了 那你这怎么说不记呢 人家不是记了吗 各位注意啊 就是按照规范的要求 计量规范的要求 确实是不应该记的 那你的业主他不懂 或者说你的业主心肠非常的好 觉得你干完了以后不容易 帮你记了 或者说他没看出来 然后他帮你记了 那记了也就记了呗 但是你们在记的时候 我们在记忆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看的是标准和规范 对吧 我们看的是规范 我们不是你 你要人家多给钱 就是业 就我们的这些规范给的是双方的底线 对不对 这是双方的底线 如果他不给你这些计量 你不能告他 这是给到的底线 但是他要给你记呢 你可以告他吗 他要给你记了 你也就别去找人家麻烦 人家多给你钱了 你还要怎么着 所以你就悄默声息的就完事了 所以这也是我们说考试和实操 他有的时候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你学完了以后 你总得知道 人家有的时候是可能给了你一点好处 你自己的感恩 你自己的明白这个东西 但我们实际的这个在按照国家的规定 他是不应该计量的 OK 所以这一点各位要清楚 好了 今天的内容呢 正好就给大家讲到这些地方了 那我们下一节课呢 就进入到我们的后面的环节 后面的环节 第二节 第二幕 第二幕 合同价款调整是个难点 合同价款调整是个难点 各位一定要竖起耳朵来听 然后呢 合同价款讲完 我后面的内容讲的就比较快 然后国际投标呢 讲的非快啊 因为国际投标太简单了 就是 就是这个东西 大家理解一下这个逻辑和过程就好了 所以我们应该说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整个工程经济 95%的内容都已经给大家讲完了 所以各位呢 在这个正好也消化一下 所以我们停一周 在五一的时候我们就不讲了 各位把原来学过的内容好好消化啊 回来以后 很快我们就结束了 就要说拜拜了啊 至少我们这个线上的这么面对面的沟通就结束了 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 或者有什么需要了解的 可以在公众号里面再去跟我去互动 都OK的啊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呢 就讲到这些地方 也祝愿各位 这个五一长假 真的是一个超长的五一假期 能够过得愉快一点啊 谢谢大家 晚安 请不吝点 Kardashians 都不肯定 好的 recorded 或许可 可以